寻找开心超人联盟之心智力的细节 第16集开心超人肚子饿就用手机点外卖 这个平台居然叫饱了吗 第20集开心超人要寻找江心超人 贝拉就用数据库帮她搜寻 系统堂出一则消息 您的会员还有60年到期 果然贝拉收藏家很富有 开心超人用宇宙数据库搜寻 其中有一条资料由头雕新闻发布 小小与公主付出演唱会 这个头雕新闻好像很八卦 后面还有小小与公主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大刀怪公爵微服私反被当成小偷痛打一顿 江心超人演过的真人巨集等新闻 第21集小心超人在训练如何提高超能力 路过的两个机器人居然聊起一套的八卦 说她比想象中帅气 小心超人去图书馆查资料 她面前的书名太有意思了 过敏如何养猫很适合小心超人 超人联盟四大美人感觉很好看的样子 三国演绎是三国演绎的盗版吗 旁边居然还有凑数刀 超人联盟八卦合集 好想知道都有谁的八卦 超人起名法 我还以为随便取名的呢 第34集按摩上网查找消除怒火的方法 她用弄了案件去按脚迁读 后来中了陷阱案件 自动下载了满手小视频 第35集片头的小剧场出现了新颖的衣服 第45集按摩甲装被进化 恢复成迦罗 超人们很高兴迦罗回归 太好了 真的是迦罗 发现超人真是干得漂亮 甲迦罗解决到罗宿后 又甲装被打上昏迷 小心超人迅速过去接住她 满脸都是对加罗的担心 第50集按摩恢复自身的柔身 从加罗的身体里出来 五超人继续对付按摩 加罗便由新免背着照顾 这边还有准新超人抱着昏迷的贝拉 五超人与按摩的战斗结束后 小心超人第一时间把加罗接过来照顾 真是好细节 第51集 四超人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 希望能刺激看新超人 让她恢复记忆 其中有一张是加罗和小心超人的单独合照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